在部落灘头前自己制作的游泳水道 台东来与廊岛部落族人 每一个人在灘头前自己制作的游泳水道 上奋力的往前游争取最好成绩 连续举办21年的好月盃活动 今年回来的族人明显比往年还要少 目前是比往年少人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但不能并不表示说 大家不认同这样的一个活动 而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跟班机或是他之前所订定的一些时间 没办法是去去核道 所以今年的人数是比往年是比较少一点 纵然尼泊特台风搅局 加上活动器材不足 让活动延期举办 也让部分族人未能预期回来参加活动 但廊岛好月盃活动 是来与岛上民间自办大型活动之一 年轻人希望可以比较原住民主岁石机一架 让族人有充裕时间玩返 不够 讲真的不够 如果不是现在都有补价 就假如岁石机在星期四 星期五就补价 这样子就比较好 因为这样子有回来的时间 活动项目除了游泳 滑平板洲还有传统创意美食比赛 但今年人数参与人数减少 多少让廊岛部落族人觉得可惜 更希望可以纳入碎石机一架 让旅外部落族人可以回来参加活动 接着夏曼尼克大圣台东南语采访报道